鉴于1807年大龙桐的四合院 拥有举人旗杆 超过200年的过定古迹 出过陈维棗与陈维英 两位相识举人 是台湾少见 而在国保古迹内还住着国保 就是李天路的长子 长中剧团负责人陈希黄 自小便在祖宅生长 曾经是我们祖宗 我知道 他都在行他就对了 我们都资人比较多 他都没有带人的资 古迹因为文字法不够完善 保护不善 许多珍贵品额尽还遭窃 变多多 都用陶铁鱼 陶鱼去买国董 上楼还有一些生纸牌 生纸牌 圣子啊 上楼那边 他也要老吹去 去贴 虽然年久失修 但依稀可以想见当年气派 国保住着国保 陈月季祖宅 依然有着不可取代的文化气息 记者听你江城郡采访报道